众所周知 火影中有许多忍者在剧中都有着自己的称号 光我们主角名人就给别人起了不小称号 更别说咱们粉丝给剧中人物起的众多外号了 那么今天阿弹就来盘点一下 这些在火影剧中拥有自己称号的人者 一人数教授原非日展 原非日展是二代火影的清传弟子 本身也是木叶的第三代火影 由于他精通无种属性的人数 并且号称可以使用木叶的所有人数 因此被称为人数教授 同时作为一名老师三代也是非常的厉害 他不仅教导出了威震人界的木叶三人 其中的刚手更是成为了第五代火影 除此之外 三代在刚出场时的设定是最强火影 但是这剧中的表现来看 这个设定算是被暗本吃得干干净净了 其展现出的能力 别说是和一代二代相比了 甚至连四代的表现都稳稳压他一头 所以三代一直是被火影粉们吐槽的对象 二 黄色闪光波风水门 波风水门是木叶的第四代火影 同时也是主角名人的父亲 在第三次人阶段中 因为其使用飞雷神之术经常以超快的速度战成对手 为木叶立下了无数战功 因此被称为木叶的黄色闪光 而粉苏米也喜欢叫他火影里最快的男人 不得不提的是 其实飞雷神之术是二代发明的人数 四代只是将他发扬光大了 除此之外 他还开发了螺旋丸 这个技能在传承到了名人手里后 也被咱们的太子戳出了花来 在剧中这个人数可以说是相当出彩 光形态就有十几种 名人更是凭借此术打败了无数强大的反派 三 半神 山胶鱼半葬 半葬是前任渔影村的首领 由于使用通灵兽山胶鱼 所以被称为山胶鱼半葬 在第二次人阶大战中 半葬依靠强大的顺身术以及山胶鱼的剧毒一举成名 即使是强大的木叶三人也招架不住半葬的攻击 虽然当时的三人还是幼年铁 不过咱们也可以看出半葬是有两把刷子的 经过此战 半葬的声望一下到达了人阶顶点 因此世人将其称之为半神 四 鬼人 逃递在不斩 在不斩是雾影忍刀欺人众之一 所谓斩首大刀的使用者 他极其擅长水盾以及暗杀术 靠着无声杀人数文明忍戒 其也被称之为雾影鬼人 在不斩在参加工人考试的时候 更是仅凭一人就杀光了所有考生 好家伙这哪里是在考试啊 这是在玩吃鸡嘛 在不斩也正是因为这次吃鸡成功 第一次打响了自己的名号 考试也因此改变了赛制 在剧中 在不斩因为刺杀水影失败成为了判人 并在之后遇到了第一次 出任务的主角团 也就此悲惨的成为了名人的第一个经验报 五 雾影怪人 干尸鬼叫 鬼叫原本是忍到欺人众中交击的持有者 西瓜山河屯鬼的亲信部下 在其死后成为了交击的新持有者 因为他长着鲨鱼般的面孔 并且性格古怪 所以被称为雾影怪人 同时由于他体内庞大的查克拉亮 鬼叫也得到了无尾之尾兽的称号 其实说起来雾影村这两货的称号 光听着就很让人想吐槽 一个鬼人 一个怪人 就差个妖人和魔人就可以组成雾影f4妖魔 鬼怪组合了 六 木叶白牙 奇木硕帽 奇木硕帽是卡卡西的父亲 他是木叶精英上人 实力强大 即使是木叶三人也对他十分尊敬 因其武器是一把散发着白光的查克拉短刀 所以被誉为木叶白牙 在硕帽的心目中 他认为同伴的生命比任务更重要 在一次绝密任务时 为了拯救同伴的生命 他选择放弃任务 也正因如此 硕帽遭到了村里人的怪罪和排挤 即使是被救的同伴也反过来指责他 最终他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排挤 选择 得了自杀 一代天才忍者最后因为这种方式死亡 想要就让人唏嘘 年幼的卡卡西也因这件事大手打击 导致早期的卡卡西把任务看得比同伴更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 大家所熟知的体数二一千年杀 其实是奇木硕帽开发的 七 拷贝忍者卡卡西卡西是四代火影波风水门的弟子 同时也是年仅12岁就成为上人的天才忍者 在第三次人家的案中 他在失去了左眼后 移植了带土赠予的血轮眼 由于他用血轮眼复制了上千种忍数 所以被人家称为木叶技师拷 宝贝忍者 同时因为在剧中不管对手是强势弱 他总能和对方打得五五开 因此粉丝也戏称他为奇木五五开 在第四次人家大人结束后 卡卡西接过了火影的位置 成为了第六代火影 八苍蓝猛兽麦特凯 凯是一个将体数练到了极致的男人 一个永远把青春挂在嘴边的热血男人 一个揍了鬼交三次还记不住他名字的男人 同时他与卡卡西是挚友 并将其视为一生的对手 因为使用独门绝技巴门盾甲时周深的汗水蒸发会形成蓝色的蒸� 所以号称木叶高傲的苍蓝猛兽 但就是说这么重要的称号 不用想也是凯黄自封的 不过在第四次人家大人中 开启第八门的凯黄差点一脚给六道班送走 粉丝们更喜欢称其为差点一脚踢球大结局的男人 九 沙铺我爱罗 我爱罗是四代风影之子 从小便成为了依伟的人助力 为了防止依伟操控自己的精神 我爱罗几乎不睡觉 因此患上了不眠症 并且精神极度不稳定 所以剧中的我爱罗一直是一副黑眼圈的形象 不过阿三一直有个疑问 这依伟后面不是被抽走了吗 怎么还顶个黑眼圈 那倒是因为习惯了吗 所以自个给自己画了个妆嘛 作为伟兽人助力 我爱罗和迷人一样被村里人所排挤 因此他的性格变得冷酷是沙 至于我爱罗称号的由来 很多 称号的由来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会操控沙子进行战斗 在剧中 冷酷的我爱罗在受到了名人最强忍住嘴盾的攻击后 截开了心魔 成为了第五代封影 并把名人视为一生的好机友 十 忍者之神牵手柱坚 牵手柱坚是初代火影 木叶村的创始人之一 能够使用强大的木盾 被后世的人者称之为忍者之神 这个称号的由来可以说是非常简单 那就是因为他太强了 生前的柱坚是公认的人借第一人 九位已经很强了吧 四代用水敏为代价才封印 但是在柱坚面前就像只小鸡仔一样 即使是当时的班爷也败在他的手下 大家都知道 尾兽是火影中每个国家都想抢夺的战略性武器 结果呢 初蛋白尾兽当礼物一样 送给了各个国家 不过想让也就明白了 自己就是最强的移动核武器了 还要杀尾兽啊 由于其过于强大的实力 即使在他死后 细胞还被用来研究并且移植 带土就因为移植了柱坚细胞重活了下来 在之后更是主导了第四次人皆大战 而班爷也是因为获得了柱坚细胞才得 所以开启轮回眼 所以柱坚细胞可以说是万恶之源了 那么论火化的重要性 好了 本期视频道就结束了 我是阿三 咱们下期再见